康熙在第一眼看到孙子弘历也就是乾隆的时候 据史料记载他的反应是见及惊爱 康熙的反应可以充分说明 他对弘历是极为感兴趣的 那么为何康熙会在第一眼就喜欢上弘历 是巧合还是精心策划的阴谋呢 康熙在历代帝王中是最特别的一位 他不仅情与执政 子孙更是多的数不过来 光是孙子就有一百多位了 真正的实现了儿孙满堂的愿望 而康熙有这么多孙子也有苦恼的地方 因为他的事业心非常重 整日忙于处理朝堂政务 这直接导致很多孙子康熙连一面都没有见过 弘历便是其中的一个 自古以来争夺皇位是皇家的惯例 到了康熙这里自然也躲不过 平日里康熙的儿子们为了皇位明朝暗访 各自使用的手段可不少 弘历作为雍正的儿子至今还未见过康熙一面 这对雍正来说可不是一个好迹象 为了让康熙见到弘历 雍正花了很大心思 他知道康熙喜静 便在自己的院子里种上各种的花草 仔细布置一番 没成想 在雍正的邀请下 康熙一来二去逐渐喜欢上了院子里的景致 于是在雍正的安排下 康熙见到了弘历 与弘历一起拜见康熙的还有红咒 这恰恰是雍正安排的关键所在 比起红咒的磕磕巴巴的回答问题 弘历的聪明灵力发挥的淋漓尽致 康熙一经对比之下 更是喜欢机灵的弘历 康熙回去后就命人算了弘历的生辰八字 得到的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好 这下康熙耐不住心中的喜悦 将弘历带到宫里 自己亲自培养他 不仅教弘历学习书画等 还教授弘历学习火枪射箭 康熙想将弘历培养成一个文武双全的继承者 不仅如此 康熙还带弘历前去避暑山庄狩猎 想要练练弘弘历的胆识 在其中一次围场打猎 让康熙对弘历这个孙子更是青睐有加 康熙在打猎的过程中射中一个大黑熊 当时大黑熊已经倒地不起了 康熙则是让弘历再去补上一件 可是这一次弘历却没有表现的那么聪明机智 犹犹豫豫的骑在马背上 这时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那个大黑熊突然站立起来了 离大黑熊最近的便是弘历 康熙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看到大黑熊重新清醒过来后 又朝大黑熊补了一下 至此大黑熊才彻底没了呼吸 通过这件事后 康熙更加笃定 弘历是个有福之人 要是当时弘历即刻去补一件 可能那个时候自己再快的反应也救不下弘历 弘历的迟疑为自己成功地躲过一劫 这不是福是什么呢 弘历入宫学习后没过多久 康熙就驾崩了 而在此之前 所有人都知道康熙在培养弘历 那么第一顺位的肯定是弘历的父亲雍正 弘历顺理成章地在雍正驾崩后 即认为乾隆皇帝 乾隆之所以能够在一百多个同辈里脱颖而出 真的是靠自己的天资聪颖吗 那一年康熙见到乾隆的时候才十二岁 除了乾隆自身学识丰富 这里面恐怕要归功于雍正的安排 先是在院子里花草树木 吸引了康熙前来驻足 接着是红皱的衬托 最后是弘历面对康熙时的淡漠神情 雍正这一系列的安排恰到好处 皇位自是落到自己手上